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48 Sight集合的添加呢 首先要明确是可变才行 加等 这种加法 如果对象已经存在呢 则不会重复添加 也不会爆错 添加就这么简单 就跟刚才我们的这个Map是一样的 它也是重写了这个方法 那么你也可以称点加 因为加等呢本身就是一个方法 好 紧接着呢 我们又讲了它的删除 看一下删除 删除我们发现呢 也跟Map几乎相同 只是它多了一个 它可以怎么样删除呢 它可以按照这个词来删除 为什么它可以按值删除呢 因为它的词不重复 如果只能够重复 肯定就不支持了 你看我remote的时候 直接把这个ABC写进去 直接按照这个词删除 这是它的一个特性 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点要注意一下 就是Sight Skyla里面的Sight Skyla里的Sight 可以直接 直接删除值 直接删除值 这个是一个特色 那你这儿减的呢 后面等的也是值 直接就是按值来删 那么如果删除的对象不存在呢 既不生效也不报错 删除就说完了 那么便利 就是它的便利比较简单 直接就是按照普通方式便利 就完事了 说说Sight呢 一个是便利 一个是删除 还有一个呢 就是添加 我们就说完了 比较简单 我给大家板述一下 就是讲的添加和删除 给同学们板述一下 好 我给大家板述到这里 我们讲了什么呢 我们讲了一下 它的添加和删除的指令 好 首先看一下可变 前提是添加是可变的才行 如果不是可变的 那这个就不支持了 给大家来一个标题三 那具体来说 这段代码呢 就是这样写的 好 不要写错了 把代码直接给同学们板述到这里 这个我就不去运行了 这是可变集合的 那么这里有点说明 如果添加对象已经存在 则不会从参加 也不会报错 好 这个呢 我就不去 再多说什么了 下面 说了添加以后呢 我给同学们演示一下删除 删除注意两种写法 一种是使用这个符号 是用操作符的形式 对吧 还有呢 就是函数的形式 人目 函数的形 方法的形式 方法的形式 好 形式 两种呢 大家根据需求来选择 就可以了 这是删除 比较简单 我就不去演示了 给大家来一个标题三 标题三 那这地方呢 我们直接把这段代码拿过来 为我所用 好 这是我们讲的删除 最后呢 还有一个便利 就是Site的便利 Site集合的便利操作 这个呢 这个呢 就跟我们普通的方法是一样的 来 给大家写到最栏 好 就是Full 用Full 来进便利 就可以了 好 同学们 看一下这个 好 很简单 好 便利讲完过呢 最后有一点小的结尾的东西 同学们 那么到此呢 我们把这个集合 Site的集合 简单说了一下 那同学们将来在做开发中呢 有一些内容 可能老师没有提到的 你怎么办呢 简单 你只能去打开这个手册 看方法 比如说 哈希赛的 我们就以哈希赛的为例 那哈希赛呢 我讲了 我讲了一个Site 哈希赛的假如我没有说 那同学们应该怎么学习呢 很简单 你在这个地方输入哈希 Site 这个是大写的 不然它不出来 它区分大小写 比如说我想关心的是 可变的哈希赛点进去 里面它的继承关系 从这儿可以看到一目了然 它把这个关系呢 就列出来了 而且呢 同学们如果想看 它的继承关系 看这个图 也可以看得很清修 也可以看得很清俗 然后呢 方法在下面全部都有 这么多方法 咱们也没有办法 一个一个全部都过一遍 也没有意义 也没有意义 那么用的时候 大家根据这个方法来看 下面呢 它有些还给了案例的 其实还是不错的 就这个手册 有些同学没有充分的利用 这个Sky的手册 它一般情况下 它都会给一个案例 有些可能没有 刚才这个就有 这个就有案例 看这个有没有 这个也没有 给的有案例的时候 还比较少 你看也有 有些地方还是给了一小案例的 像这个也能够用 对吧 你去觉的时候 你去查手册 这个是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法 就是Side更多操作 包括方法呢 同学们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来写 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 讲到这呢 我们来看 Side呢 有很多更多方法 其中有些方法 还是非常好玩的 比如说我给它 用一个Max和Mini 给它简单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们求一个Side里面的最大字 你看当我查手册的时候 我发现里面人家直接支持 那我就可以干什么呢 我就直接拿来用一下就行了 你看它这有Max和Mini 你看这个怎么用啊 非常简单 写一个Print 比如说我想求Side里面的最大字 怎么写呢 Side Max就行了 这就OK了 这个地方 这个怎么不生效呢 不用点 它应该也支持才对呀 不用点 我看看 它不用点还不支持吗 这个是Side Side Max Max 这个是不是HashiSide里面的方法呀 我看一下 VAL VAL 比如说我整一个HashiSide 我看直接这样用吧 就是Side 点Max 看出来了 有 有 有 这样子点一下 点一下 点一下过后呢 我们看一下里面这个最大字 是不是就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看这边最大字就直接可以用了 就是直接就返回了一个3 这样它很简洁的 很简洁就把这个最大字返回了 当然你要去使用它的最小值Side 这个大家也看懂 这样子去使用一下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一些更多方法 大家看手册 好 我把这个呢 也给大家板说到这里 更多的Side操作呢 大家就根据手册去查找就可以了 标题 好 给大家放到这里来 好 同学们 那么关于我们这个集合呢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是 它 我们是 我们是